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元 欢迎回来一元的实况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万国觉醒 OK,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小号,为什么要养小号 OK,身为有养小号的实况主呢 其实很多实况主都有养小号啦 有些还养很多个 我之前看到兴趣 差不多几乎每个玩过都有自己的小号 感觉他很忙 OK,不要理他 OK,首先呢,为什么我们要养小号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资源 小号他可以帮我们去采集 采集过后呢,再把资源运给我们 可是前提是你们必须 你的大号小号必须在同一个联盟 这样子才能运那个资源给你 所以大部分玩家呢 他们养小号主要是为了资源 在前期的时候 你们要收集资源是很难的 如果你们可以看的话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你要生建筑的话呢 需要消耗的那个资源还蛮多的 很像我生医院,你看 就要4725万资源左右啦 他的粮食跟木材都要很多 就连你的矿石都要2400万 所以第一个重要的呢 就是小号 他要帮你运资源 再来呢,为什么要养小号 小号有时候你在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 你需要有人陪你打 落花的活动 不是落花的活动啦 就是你要开落花的长弓 落花的圆盾的时候呢 你需要有人来帮你打 这样子的话 你也可以叫你的小号来帮你打 很像我最近呢 我也是没有事情做 我都是找小号来陪我一起打 打了之后呢 奖励全部都是你自己拿 你跟你自己小号自己拿 这样子会好很多 再来呢,小号还可以帮你打野人陈寨 如果你们之前有看过 我打野人陈寨的视频 单打野人陈寨的视频 就知道小号其实是可以帮你打野人的 再来呢,小号他还可以帮你挨伤害 怎么说呢 如果有你的盟组件去打仗 或者是你需要去烧某一个人的城的时候 因为小号,你死兵你不会痛嘛 不会心痛嘛 所以你可以丢你的小号去杀 你要打的人 你要烧的那个人 这样子拿到的资源回来 你又把你的资源 小号的资源运送回去给你的大号 这样子你的大号呢 就不死兵的情况下 又能获得很多的那个资源 这样子相对来说是还蛮不错的 再来呢,第四个好处就是 有很多活动都需要你 因为你在不同的 你在不了解这个活动的环境下 你要知道怎么去玩那个活动 只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看论坛他们有没有放攻略 第二就是看YouTube的视频 第三呢,就只能靠你的小号先去做实验先 就很像之前我玩那个振分多秒 我一开始也不是用我的大号先去打先 我是用我的小号先做实验 看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看这个活动是怎么玩的 我才知道原来要这样子打 这样子打这样子打 这样子才能拿到更好的分数更有效率 这个就是我的做法 养小号的方法就是因为这样子 再来呢,第五个重要的部分就是 如果有拿到什么奖励 类似你奥西里斯的奖励啊 类似你打埃及之战的奖励啊 他的奖励呢,都可以运过去给你的大号 只有资源啦,加速不能只有资源 可是还是有赚到啊,对不对 好过你一个号就只有一次礼物啦 你养两三个号,你就可以拿两三次 这样子很好啊 没有亏啊,对不对 OK,不过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坏处 我已经讲了差不多五个好处嘛 我们来讲一下其他的坏处 第一个,很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浪费你的精力 如果你是本身没有课金的玩家呢 你养小号是很重要的 他可以帮你发育 可是如果是说你又没有课金 又需要养小号的话呢 这样子会花你的很多时间 因为大号小号全部都要顾 像我之前一阵子呢 我的大号还没有完全发育的时候 我需要两个号都一直在管理 两个号都要定时去看 你采集完了吗 小号采集完了换大号 大号采集完了换小号一直要去看 如果有什么活动很像 那个卡鲁拉克遗事的时候呢 我两个号我都要去打 所以就变成我很累 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顾我的小号 再来呢 第二,小号很容易被认为是营销商 所谓的营销商就是 采集然后卖资源给别人的那种营销商 所以呢 作为营销商的话呢 就很容易给人家攻打 因为他们知道你资源很多 所以很容易打你 再来就是客服那边呢 就是游戏制作组那边 他们会认为你是营销商 所以他们会帮你封号 类似之类这样子的 也有人可能会去举报说 你这个小号什么之类之类的 所以这里还是有潜在的风险 再来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第三个缺点 就是很容易给人家打 因为你不是完全100% 长时间在现在你的小号那边 你都是进入大号比较多 因为你大号要发育 不是你小号要发育嘛 所以你很容易小号就给人家攻打 如果在你的小号很多资源的情况下 很容易给人家打进去 所以这个也是个缺点之一啊 再来呢 第四个缺点 就是有时候你发育完你的大号之后 变成你的小号完全不够资源 因为我们小号 如果是我们这种玩家要两边都养 两边都要达成债的话 就必须要也发育小号 所以就变成有时候你发育完大号过后 把资源全部运过去 变成你的小号资源非常的少 因为你养了大号 你把它养到五级兵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事情可以做 像我现在我都已经觉得 我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所以我就想要去养一下小号这样子 再来呢 第五 如果你的小号已经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话 你就必须要带上你的小号 不管去到哪里 你都要带上他一起走 带他好像迁城 移民都要带上他 像我之前我移民的话呢 我也是要带上我的小号 因为我不带我小号 我真的是 不能啊 因为我另外开一个号的话 我就浪费我的很多时间 真精力去养我的小号 重新练过悲 又要用资源 用精神 用力去玩 我不能顶啊 我宁愿花那一点钱去买移民令 带我的小号一起飞啊 这样子会很辛苦啊 以上总结呢 都是我对小号说的好处跟坏处 不过实际上来说呢 小号养小号养一两个呢 是还可以的 如果你是那种大佬 一次过要养五六个小号 是真的很辛苦的 不过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啦 如果你们是在后面的王国 就很像你可能在一三多一四多的王国呢 你们想要知道前面王国的情报呢 我可以给你们一点建议就是 你在可能一零零一的王国呢 放一个小号在那边 然后每天一早就去看 今天有什么新的活动 上什么新的活动更新的 因为它不是有些活动 它是一次过更新 是全部王国的更新的 所以你们可以丢一个小号过去 去看 这个王国已经开始什么活动了 之后你就做好心理准备 当那个活动要来的时候呢 你已经有足够的加速 足够的资源 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快 去冲名次 这样子你在后面 你的大号发育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我个人看法 再来呢 另外一个条小贴士就是 因为当你的王国进入和平之后 就是所有的联盟不再打架 大家的和平相处的时候 就很少会举办杀敌日这种活动 所以当时这种活动发生的话呢 你们能做的就是打自己的小号 虽然这样子会很亏 可是如果你是说 你为了名次的话呢 为了名次 为了拿金头之类的话呢 其实你是可以打你的小号 利用你的小号 打你的小号呢 来拿到分数的 我之前也是这样子做 我从原本200多名 一打了小号之后 一冲就冲到差不多10多名啊 可是前提是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 跟医疗加速 资源是为了你医兵的时候呢 他需要用到资源来医疗嘛 加速呢是 如果你的加速不够 你的冰呢就很快死 因为我们大号的能力比较强嘛 他很快就打到你的小号死掉 这个是我个人的建议啊 总结上就是这样子咯 我对小号的看法 目前是这样啦 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 可以帮我补充的话 你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什么地方说漏说错的话呢 可以在屏幕区帮我留言 就这样子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